大家好我是小熊烘焖 要开始做晚饭了 拿了一块这个腊肉出来 本来是今天准备做那个 就是洋芋烘饭 然后买的这种小土豆 我特意买的 然后后学的时候碰见我儿子 他说今天语文烤了全班第二 然后我又去买了点这个虾子 给它做点好吃的 他很喜欢吃虾 今天买的是鸡尾虾 这个一斤花了50块钱 然后我前几天不是做那个任务吗 我今天发现那个到账了400块 所以今天特别开心 就买一点好吃的 前几天我看到我的手机里面 那个以前在老家拍的那个照片 哇那个锅巴饭 看到我好想回去吃锅巴饭了 然后我今天就尝试一下 用那个铁锅做这种洋韵控饭 也是带锅巴的那种 现在先把这个虾给他剥一下 去一下下人 因为我今天晚上想做一个那个 裙带菜虾滑汤 我上次做我儿子都蛮好吃的 那上次是买的那种虾滑 今天是买的这种新鲜的虾 自己剥了 来做一个 放一点裙带菜 先把米煮一下 把这个虾脑袋给它清洗一下 待会煮上一做它一定会放 这米要给它搅动一下 不然它上面会粘点 泡好的裙带菜再给它清洗一点 把土豆洗一下 看一下米可以盛起来 把这个土豆切一下 再切一点腊肉 也不用切太多 这么多就够了 然后给它改成小块 然后再切点葱跟姜 先把这个腊肉给它炒一下 然后把这个葱跟姜给放上 然后把土豆放进来炒一下 可以多炒一会儿把土豆给它烫一下 然后放一点点的盐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米饭给它铺在上面 给它散开 然后在盐在锅边淋一点水 小半碗就过了 然后给它改成最小火给它焖 先把这个虾仁给它搅一下 打一个蛋清在里面 然后放一点胡椒粉 再放一勺淀粉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胡萝卜西兰花和这个大蒜 给它搅一下 然后把这个胡萝卜跟那个鲜兰花 加到这个虾仁里面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先来煮那个虾滑汤 后面先放一点油 放姜片 把这个虾腊肉放进去 把这个群带菜给它切碎 反正没它虾头捞出来不要 群带菜放一点 这个时候把那个虾滑给它下到里面 如果讲究好看的话 可以把它做成圆圆的肉丸子 我就为了手势 直接把它加了 煮在里面 剩下的蛋黄加了一个蛋 然后给它摊成一个蛋饼 让它大皮给它切一下 放点小葱花 再炒一个我人住在家吃的生菜里面 放蒜末 放点蚝油 放点青葱 看看今天有没有锅吧 有 我太难了 没有粘锅 但是糊了 好可惜啊 这个真是锅吧 这有点太糊了 嗯 好气息 哇 这个汤好鲜甜 我再尝尝 今天这个汤 比这什么都好吃 再尝尝 今天这个饭很搞笑 但很好吃 好吃吗 嗯 这个饭有点稀了 然后今天这个饭 完全没有闻到糊味 但是我一揭开锅盖 然后一盛开 就是糊的 这个味道 就闻着的 嗯 就闻着的味道 嗯 就是这个 你做这个米饭 它这个味道闻起来 就像小时候的味道 哎呦 真烫 它小时候的味道 嗯 脑袋里面 那个 纳热饭的味道哈 嗯 不香是挺香的 就是没有我期待的那种 焦黄焦黄的锅吧 哦 嗯 我真没有一点 整个饭 我最后可能水加多了 有点心 这虾 什么 虾滑 虾滑 哦 虾滑 好甜 里面有胡萝卜 嗯 西兰花 这个小孩子特别适合吃 好好喝啊这个汤 真的是有点甜 嗯 妈妈 嗯 我觉得你这个汤 煮的比上次的要好喝一点 妈你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上次的那种苦腥味 上次是买的虾滑 这个是自己做的 新鲜的 妈妈剥的虾肉 各位家长们一定要把这个做给你家的小朋友吃 真的好好甜这个 鲜甜鲜甜的 又有营养 那张红米饭好吃吗 好吃 很香 幸好还没有完全很 我只是糊了一点土豆 胡萝卜我也喜欢吃 他做饭我都觉得好吃 好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观看 拜拜 下个视频见了 大家再见